- 歡迎收聽Honey Wook 陪你度過每個輕鬆的時刻 我是主持人強尼 - 我是亨利 - Henry and Johnny -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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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誒 開始之前我要先喝個酒 - 啊這不是業配的部分嗎? - 不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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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個與大家共勉之啦 - 自禁 - 共勉之 - 某YouTuber - 好不好 - 等一下喝一下喝一下 - 乾杯乾杯 - 不 我開車我不能喝 - 不你開車 - 好好 - 你等一下也要開車嗎? - 我是說我講話的時候 - 應該不是不會 -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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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 - 我們不是這種節目 - 我們是個輕流的節目 - 要不要被黃標 - It's good to drink - 偉大 - 好啦好 - 我們沒有接任何業配 - 好不好 - 不要再把自己弄得好像很有行情 - 沒有沒有 - 真的是 - 好啦 - 為什麼要喝酒? - 為什麼要喝酒? - 為什麼要喝酒? - 因為今天夏天 - 今天錄影時間 - 一個炎炎夏日 - 喝喝喝酒 - 是吧 - 你不是要跟我們講的主題有關嗎? - 你說主題有關 - 對阿 - 就是 - 其實如果大家要喝Kilin - 或 - 等一下我們快點進入主題 - 好不好 - 今天有超多東西要聊的 - 也是耶 - 我們今天第一段要先分享的是討論 - 因為最近某中職球隊 - 沒錯 - 發生了球員有點酒後亂性 - 應該是前球員 - 已經是前球員了 - 對 - 有那個負面醜聞爆發出來 - 對 - 對 - 那其實不論是國內外 - 其實一直都有一些喝酒 - 跟球員喝酒有關的這個醜聞出來 - 對 - 當然我們不是說球員不能喝酒 - 對 - 你想要放鬆可以去放鬆 - 對 - 但是你酒後 - 然後發生這種 - 你知道 - 有點性騷擾 - 犯罪行為 - 犯罪行為 - 母湯 - 不太行 - 母湯 - 那就像一般人工作 - 你下班叫小組 - OK啊 - 那你酗酒酗到隔天宿醉 - 上班工作效率不好 - 那老闆幫你炒魷魚 - 那也是很正常的 - 對 - 可是你說像當年楊姬 - 和 Debbie Rose - 投出完全比賽 - 那個時候據說他是 - 宿罪行為 - 宿罪行為 - 對 - 所以那時候表現好 - 也沒有人會說什麼 - 是這樣沒錯 - 那你最好就是整個生涯 - 都不受酒精影響 - 沒錯 - 我們算是要來聊聊 - 就是幾個 - MLB 的球員 - 知名的球員 - 知名的球員 - 他們跟喝酒有關的故事 - 那有誰呢 - 我想分享的是 - Baby Rose - 跟那個 - C.C. Sabathia - C.C. Sabathia - 這個大家應該比較知道 - 因為 Baby Rose - 畢竟是一個大家就是 - 百年前的人物 - 還沒出生 - 做虎了 - 做虎了 - 那我覺得我們就先從 - C.C. Sabathia - 好啊 - 那C.C.大家應該都知道 - 就是有經過那個時代 - 應該都有看過他酗酒的新聞 - 沒錯 - 那其實他扯到就是 - 他在客場球隊 - 還會找一個地方 - 休息室找了一個 - 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 然後偷偷放酒 - 偷偷放 - 藏酒 - 然後他到客場的時候 - 我記得他 - 那時候有一些新聞是講說 - 他在精英的主場 - Candon Yard - 他有藏酒 - 然後偷偷拿出來喝 - 你說在比賽前 - 比賽前 - 哇靠 - 然後甚至有就是前一天宿醉 - 然後他隔一天就是 - 前一天喝酒 - 然後接下來他有比賽 - 然後要進牛棚 - 然後他宿醉很嚴重 - 那他解決辦法是什麼 - 喝酒 - 蛤? - 你說解數最方法不是吃解酒藥 - 是喝酒 - 喝酒 - 這沒邏輯吧 - 所以他到生涯 - 老實說他生涯前期還那麼有壓制力 - 真的是天生神力 - 拿過賽亞 - 超羨慕的 - 讚讚 - 對 - 那但是他生涯後期其實受酒精這個影響 - 酗酒影響其實也很大 - 他誠意說就是他覺得自己的手已經不是自己的 - 哇 - 也就是說他酗酒到已經對他的身體有非常大的影響 - 可是大家如果有更有印象的話應該是2015年 - 他要去打楊金燈的時候 - 因為楊金燈已經打外卡 - 那要打肌肉賽之前的時候 - 他宣布要離隊去進行什麼 - 戒酒的療程 - 對 - 這個算蠻重磅的 - 就是突然少一個戰力 - 對 - 你說當時雖然說他已經 - 年紀已經比較大了 - 戰力當然不如過往 - 但是對楊基來說一個老大哥 - 要比季後賽前忽然跟大家說 - 我要去戒酒 - 說實話最後能夠醒悟然後去戒酒 - 這也是可喜可賀 - 沒錯沒錯沒錯 - 對 - 那那個當然當時楊基球團其實也是蠻支持他 - 包括很像總管Baron Cashman - 都很支持就是CCSBASL - 去正面營對這個問題 - 對對 - 我記得他老婆也是當他的助力 - 然後幫他努力幫他戒酒這樣 - 好 - 那我們時間要拉回百年前 - 百年前 - 太這個特效有點浮誇 - 太浮誇嗎 - 太浮誇嗎 - 是是是是 - 那大家都知道 - 她原本是紅襪球員 - 沒錯 - 後來被交易到楊基 - 對 - 對 - 那其中有一個 - 就是原因 - 被交易的原因 - 其實是有說 - 她長年酗酒 - 她在紅襪那時候也是20出頭而已 - 大概她19歲就上到大聯盟 - 20歲就成名 - 對 - 這樣 - 那她那時候就已經長期酗酒 - 然後甚至就是會擺架子 - 然後她把自己的成績拿出來 - 她想要超高的這個薪水 - 然後紅襪有點就是沒有辦法負擔 - 然後她又酗酒 - 然後又會跟教練吵架或什麼的 - 反正她的行為其實是很脫序的 - 就是大家說她是棒球之神 - 但如果棒球界有一個人品的 - 爛人品的 - 名人堂嗎 - 誒對 - 她跟Type Cove應該是首屆的入選者 - 哇這兩個人都是非常 - 真是雞巴人誒 - 著名的雞巴人 - 誒她其實在紅襪啊 - 就是我剛才只是講敘述而已 - 是 - 我來分享一下她到陽姬的這個世紀 - 到我姬的時候 - 對沒錯 - 她那時候就是超級巨星嘛 - 對 - 每年50轰50轰這樣子打 - 對 - 畫時代的巨砲 - 沒錯 - 她擺架子 架子很大 - 她有一次就是客場 - 就是在火車上 - 因為那時候飛機的這個交通運輸 - 還不算很順行 - 對 - 那時候主要是火車 - 那她在火車上跟教練呢 - 起爭議 - 不要起爭議啦 - 起衝突 - 然後她差點把教練 - 從火車上丟下去 - 哇靠 - 她大概是一個190公分 - 然後就是很壯的一個大漢 - 總教練大概170公分 - 比我們兩個還還嗎 - 其實大概170公分 - 妳怎麼還還 - 啊 - 不要這樣好不好 - 公布公布身高 - 不要這樣 - 很可怕 - 一個身高差點那麼多的狀態 - 要把你... - 對 - 然後她到客場的時候 - 晚上去跑趴 - 然後隔天她 - 那一天晚上她很晚很晚才回到飯店 然后隔天要去比赛的时候 他也是最晚才到了 然后他进到休息室还掉一根烟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 对,然后教练 总教练这时候看到了 他就说你今天停赛 然后罚五千美金 然后那时候物价 五千美金很可怕 对啊 然后被Ruiz不爽 然后他就马上走人 因为教练要他就是 马上搭火车先回纽约 这场就是不给他打 就不要打了 对,那BabeRuiz他就不爽 他就还跟媒体 那个讲这件事情 然后说什么 如果之后总教练还是他 他就不会为洋鸡效力 那这 威胁总教练 这个不容易啊 很夸张 那幸好那时候的洋鸡老板 是站在总教练这边 他要求BabeRuiz跟他道歉 最后BabeRuiz过几天低头道歉 事情结束 对 这个案例其实蛮扯的 你自己其实做了一些 其实有点算是违反对规的事情 就算他没有明确的规范 对 他跟那个教练起争执 而且不是一次 是好几次 那这样的确已经是麻烦人物 而且是个个私人行为 你又不是说跑壘散漫什么被罚板凳 你是自己私人做这种 有点像是 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巨星啊 我就Superstar 我行我术啊 他要摆架子 对啊 这就 其实他是一个 他真的是一个问题的人物 所以 你知道他后来 其实在30几岁 快40岁 他准备退休的时候 他转到那时候在波士顿的勇士队 哦 那时候队名叫什么 我有点忘了 哦 反正就是勇士队的前生 对 那他原本希望能够当总教练 哦他想当总教练 然后有人的评论我觉得超中肯的 他说什么 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 要去管别人 哈哈哈 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我觉得这个评论非常中肯 就是赞 哈哈哈 那其实羊鸡也不只是这一个 这个案例嘛 对啊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Mickey Mantle嘛 Mickey Mantle是什么事情 Mickey Mantle厉害了 嗯 他一早起来呢 他说 他自己公开承认 他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是 喝一大杯白兰蒂 哈哈哈 这个根本已经是一个 你知道已经 真的要去乐戒的程度了吧 对 很严重 很严重 超严重的 你一巧起来 我说我要喝咖啡 我喝个茶 没有没有 我喝白兰蒂 好不好 赞 好 这边如果不知道 Mickey Mantle的人 就是简单说一下 他是560年代 羊鸡的巨型 超级重炮 而且左右开弓 对 他曾经是被认为是 有机会破 Baby Bruce六十轰的打者 对 但后来被那个 Roger Marys 反而是他来突破这样 对 然后后来大家也知道 就是去年Aaron Jolly突破了这个记录 对对对 好 好 那我们赶快接下来 我们最近大联盟 其实事情很多嘛 对啊 我们聊完喝酒之后 应该要回来大联盟 那你酒还没有喝完 不过酒当然慢慢喝啊 我们这一集节目要录个一个小时 没那么久 没有那么久啦 对不起 好 那那个最近就是这一周 选秀完 明星赛打完 上半季结束 准备下半季开始 没错 我们录影的这一天 下半季还没有开打 还没开战 明天才开打 明天开打 对 对 那上半季这个战绩呢 诶 诶 大家如果看到我这一身球衣 我今天穿的是 其实是那个林慕成也 哦 你只写Suzuki Suzuki嘛 那Suzuki念起来是什么Suzuki嘛 Suzuki 阳鸡上半季后面就是Suzuki 等一下 我以为你要讲小熊 哦 没有啊 好 我是鸡 我鸡迷 我为什么要讲什么小熊 好 好 继续 那阳鸡怎么样 阳鸡呢 上半季发生什么事情呢 大家应该知道Aaron George在The Catch 就是在盗截上接了那一颗之后呢 哦 就The Injury 哦 现在Injury 对 现在放在受伤名单里面 等一下 他现在是LaBron那个系列嘛 所以要加个The 因为他毕竟已经是一个巨型嘛 阳鸡的 哦 好哦 好哦 The 好哦 好啦 Aaron George就是受伤了嘛 是 那阳鸡大家也知道说今年 就是大家知道说阳鸡有Aaron George 跟没Aaron George就是两支球队 两个不同的打线 没错 有Judge的话呢 自主还蛮有威胁性的 因为大家不敢对他头太闪 投球策略改变 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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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可以BIN后面的打者 没人认为Judge之后呢 就跟一群 阳鸡打线就跟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 哦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形容不错 根本就不会咬人嘛 对啊 对啊 那现在的战绩好像只跟红袜差一场 差一场 然后我们终于也跌出了外卡前三名的位置了 恭喜阳鸡 恭喜 恭喜吗 对啊 恭喜啊 就是终于烂到一个极致 就看就是小老板 还有我们的伟大的主管献金人 愿不愿意花点钱 你五成胜率以上还跟我说烂到极致 哎不然怎么样 红人又 红人 好 我这边必须说 郭联中区呢 算战绩有差距 没错 但我必须说 我们的净分 也就是得分减掉失分 其实郭联中区五对都差不多 哎 哎 那最高的呢 其实是小熊 他胜率低五成 小熊 对 小熊 然后他的净分是正 26分 那应该小屁战绩应该第一吧 没有啊 就是他的胜率五成以下 好那最低的是海盗 是负46分 海盗 OK 开季成以大惊奇 那这边这边拿几支球队来做个比较 光芒呢 那现在联盟战绩第二嘛 对 因为第一名是宇宙 挑战73胜的宇宙 73胜的不够吧 大联盟有点低哦 对哦 那光芒他现在的净分是正149分 149 哇这个人压众生 算是一个强权等级的这个净分 没错 对那如果是比较烂的话 以今年最烂的坦队运动家为例 运动家运动家 他负248分 负248分 我靠 真的是别负七耶 所以国联中区五队这个差距 没错 真的非常非常小 我们没有明显强权 也没有明显很烂的球队 的坦队 有啊 红雀啊 红雀他的 红雀很烂啊 是没错 但他的 他的净分没有那么糟 对就是有点运气运气成分 那你要说如果红雀就是维持这个阵容 下半期再冲回来 我是觉得有机会 可是我觉得他们今年少了亚烈莫莉娜 应该是蛮有差别的 我们等一下要聊聊这部分 对 那我们第二个主题要聊的是 我们开季不是有评点 我们看好的新秀 很多人耶 像是卡仔 Robin Carroll 原本以为他是体能 光是刷体能而已 的一个新秀 没想到 他今年打得还不错 而且选球越来越好 盒子不错 他现在的等级已经是可以有拿到 现在如果有球季结束 一定会有MVP选球 应该是会有 绝对会有 绝对会有 新人王应该是 囊中物 差不多 很接近了 好 那除了 Komi Carroll之外 我们还有谁可以聊聊 像是一些从日本东引来的一些 像跟林沐沉也同乡的 29 30岁的新秀 什么千赫宏大 或者是 千赫真的是大都会今年的实质王牌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 因为大都会的两个老鬼今年都 不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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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吉田呢 原本开季还被嘴到爆 真的 结果接下来一波就是手感爆棚 一波流之后 然后他现在的数据好像跟日子差不多 基本上就差不多啊 就是他山正超级无敌少 然后宝松 选球选得很精良 这什么新装刚制的翻版 对 没错就是copy-paste 没错 应该说这 今年这个算是日子非常重大的一个进步啊 没错 就是他们到美国的两名球员都打得很好 终于输出 而且尤其是打者 对尤其是打者 过去成功打者真的超级少 超级少 对 吉田赞 一次赞 对 好 那 我记得你好像最近蛮喜欢关注马铃鱼人那位新秀 你说 你说像是那个Iuri Paris吗 嗯 Paris Paris这个真的就厉害了 嗯 大家知道吗 他是目前大联盟史上20岁或20岁以下的新秀投手中 目前为止 因为他至少先放四场以上 嗯嗯嗯 至少先放四场比赛 三振率28.4% 还不错 他只输给一个人 就是Dewide Gooden就是K博士 哦 80年代的名头 打土会的巨头 对对对对 赛羊名头 没错 Dewide Gooden Dewide Gooden 没错 Not bad 很棒啊 而且重点是他的防御率也很漂亮 2.3级 嗯 我这个等级其实放在马铃鱼这一队里面 嗯 是他们今年的失智王牌 诶 诶 好像是这样 对 因为今年 因为大家知道说马铃鱼去年出了一个赛羊嘛 就是Sandy Acontra Acontra 对 但是Acontra大家知道今年就是爆爆了啦 开机真的颇爆了 我的FB啊 救我 救我的FB啊 你还不卖吗 我不放啊 我总是要赌他反弹嘛 就跟长荣海域 哦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 我们没有要聊 好 好继续 我们还有什么新秀可以来聊聊的 诶其实我觉得你们家的那个拉裤子蛮厉害的 Dela Cruz 诶 Dela Cruz Yeah Dela Cruz DLC 可下载内容 这个太尖色了吧 这不是游戏都会有 现在都会有DLC 你好猜哦 好 Dela Cruz 嗯 之前有提过嘛 他就是一个很体能超超爆炸好的 他速度超级无敌快 没错 然后他的Power也超强 诶其实你看他打三来安打那个跑速嘛 在里包上面这样子风驰电车 诶 你有没有看到他那一天就是连到三个雷包 有啊 一个打起来连到三个雷包 有啊 跟鬼一样 他真的是把就是捕手当成就是没有这个人存存 嗯 跑得很爽 真的真的满屌的 哦他跟Cobin Carroll其实一样 那个跑壘速度真的超级快 我记得他们的速度几乎是相等 或者只差一点点 对 那呃 但我觉得Dela Cruz他的技术 当然这个我之前都已经讲过 就是他一直在打点我 就他的Power真的很棒 那未来会否 你是不舒服自己球队的球员 对 对 嘿 不要这样 对 那但是我必须说 现在投手感觉还没有抓到他的弱点 我看星秀还是会觉得 等他陷入一个低潮 然后慢慢的找出其他的方式打出成绩 嗯 我才会对他有更多的评价 才会论定 诶可是他好歹也上大联盟 已经上了应该两个月有了吧 一个多月而已吧 一个多月吗 嗯 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 打这样的成绩 你还有什么好闲的啦 哎呦就是要闲一下美 诶 不过你红除了他之外 你们那个游几手 你说McClan McClan 对啊McClan啊 McClan 那我觉得他的状况是另一个状况就是 他的back pit也就是球打进场内 然后形成安打的比例 他现在有点顾高 所以他会普遍会认为他的成绩是有点水分 哦你一直说就是他运气很好 运气 对 哦 那之后呢会不会消风 然后他消风之后陷入低潮又会怎么回来 嗯 我才会给他论定 哦 所以你现在目前为止凭米红的两位新秀 嗯 你都觉得时间走要再拉长一点才知道 对 但不可否认他们是有天分的 没错 尤其像Daya Cruz他的防守这个方面 以他的体能他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防守者 而且他那么高大 然后手头就挤嘛 对啊 人高手长 他连跳起来抓球的那个高度也高了一点 而且我觉得他跑了耶 看他很爽是因为你知道他会流长头发很飘翼 我看到他那边冲真的是跟Cobin Carroll比真的是 诶不相伤啊 Cobin Carroll也是长头发 诶对啊 好 那还有什么新秀 我们新秀就讨论到这边嘛 对啊 我觉得我们新秀已经聊很多了 对啊 好 我们刚才说7月 已经这周已经很多事情 没错 那接下来呢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来了 交易市场 对 每年季中的一个大热门 没错 对 大家的讨论度最高的一个事情 没错 那今年呢 我们比较想讨论的是有几个 可能被交易掉的球星 而且是那种球队的那个看板人物 巨星等级那种 对 那刚才提到千赫嘛 对 那刚才说两个老鬼没有那么鬼 那其中一个呢 Max Scherzer Max Scherzer 他的合约是到今年为止 那明年有选择权 当然那个很贵 对 那所以如果以薪资考量 其实他今年这个成绩 我相信我是老板 我不会许他 我不会给他选择权 可是你也知道Cohen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好野人啊 对 你看他今年开季之前 补枪如此之多 是 还早来了他以前的老火队的队友 Justine Vernon就进来了 对 殊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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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误实啊 纽约这些球队的市值这么高 卖Key啊 也是也是 对啊 赚钱耶 对啊 不像某天使 没有 好 那我认为他寄钱的这些补强 对 都算是到位 而且没有溢价 没错 没有溢价 那他的每一笔钱都是花在刀口上 没错 那当然Vernand跟 Scherzer是有点赌 因为他们年纪 对 但是今年就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成绩 只是没有那么好而已 就是跟过往比 因为去年毕竟JV就是 Justine Vernon的去年毕竟是赛养得主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高风险高报酬的一个投资标的 没错 那只是今年就是没有兑现 没错 就这样 嗯 那但是呢 以新资的角度来说 嗯 是不是应该骂一下 Scherzer 对 因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大都会现在在国联东区 对 他们现在前面的对手可多的 除了超级宇宙勇之外 宇宙勇 宇宙勇 战 国联外卡第一马铃鱼 嗯 然后后面还有追兵还有费成人 对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是只赢 呃 在坦克的国民 对 就只赢国民而已 嗯 一支充满着就是这种明星 而且很多 对 有大牌的人在阵中 打出这样的成绩 嗯 的确是不符合预期啊 没错 那但是以现况来说 Cohen这种务实的个性 没错 我觉得他就是该卖就会卖 嗯 像Sherzer 像Tommy Fenn 像是David Robinson 哦 该卖也都卖 对 对 那明年FA 我们再来拼一波 没错 因为说到这个纽约另外一支球队 大家也知道洋鸡 嗯 刚有先前一段人聊到嘛 对 大家知道说就是有judge 没judge也差很多嘛 嗯 那每个judge的洋鸡 其实洋鸡的问题不在于投手 嗯 尤其是Cals Rodan回来之后 嗯 其实洋鸡的投手群基本上是完整的嘛 嗯 所以其实洋鸡要补偿的是他的打者分 嗯哼 少了Aaron Judge洋鸡的打线就是 就是烂 耶我就烂 对不对 是真的蛮烂的 真的很烂啊 对啊 所以我个人啊 觉得洋鸡在季中要拼的 应该是要交一些 比如说 就是今年 季末就到旗月那种 打者 但是今年基本上 交易市场上 目前没有太多好的打者 没错 这就是个问题 如果要 如果是比较好的打者 比如说 刚才提到Tommy Fenn 对 然后前MVP Cody Ballinger Cody Ballinger 然后国民的一个三来手 Candelario 对 对 算是市场上还不差的打者 但是就这样了 没有更多巨星等级的打者 没错 对 但是其实对洋鸡来讲 因为我个人觉得洋鸡 会补偿的位置应该是外野 嗯 因为我们外野手 其实就是少人judge之后 嗯 Harrison Badder很棒 嗯 那其他两位置 你看Aaron Hicks被交易 就是我们放生他之后 哇 他在精英打的 可是并不要交了 赞哦 赞Nennis 喝一口 这个风水啊 这个水土不服啊 对 还有某个就是左打巨炮 原本预期 去年交易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很爽 手臂很好 嗯 嗯哼 Joy Garr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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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并不 我觉得洋鸡现在应该不是说 一定要非找一个左打不可 嗯 而是要找一个就是联盟平均值以上的外野手 嗯 会打的外野手进来 那你有 有任何的目标吗?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提到的像是Tommy Fenn 或者是Cody Bellinger 这很适合 啊 因为像Bellinger 大家应该知道说他其实手 外野之外他也正手一蕾 对 那洋鸡一蕾其实有Anthony Riesel 对 但是Riesel有时候 你也知道年纪稍微 增长 他也是可以去DHO轮一下休息一下 反正你的伤命那么频繁 对啊 反正我们 对啊 随便轮一下 反正像John Carl Stanton 大家每年都习惯他一定会进个 今年没受伤怎么会这样 还会吓到这样 哈哈哈 所以他也 其实最近几场比赛他也是有时候拎着手套去手外野 嗯哼 所以我觉得如果Ballioner进来 而且他刚才是左达 嗯 哦 清起来不错 OK 这是机迷的这个意义 不是 诶诶 什么意义 预测 期待 期待 希望现金人可以变点魔术 好 那其实市场上还有一个潜在的 强打 哦 谁 而且是今年最顶级的强打 谁谁谁谁 大股相评 诶 我以为你在讲大股相评 你只是会先讲另外一个人 你说另外一位好达者吗 另外一位好达者 我们先讲好达者 不要一开始大股相评 要不然大家听到这边就会直接切掉不听好不好 哦 好 就是大股相评听完就结束了 结束了 对 然后在我听完了 好 那 你要说的是红雀那一位对吧 哦 对啊 就是Paul Goldschmidt 去年的国联MVP得主 那 他的合约提示到明年 对 对 那 红雀现在的状况 我个人是觉得稍微尴尬一点 没错 因为他们的投手群 就赏那不得心 刚才 Chang你有提到嘛 就是 捕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他们今年 去年在 球技结束之后 找来那个 Contraos进来 Contraos 其实原本是预期说 接下 亚迪摩尼亚的 对 没错 可是这两个人呢 嗯 Contraos打击是不错啦 没错 但是 捕手的 Framing 或者是就是任何接补方面的能力的话 绝对是 不及亚迪摩尼亚 没错啦 这是没错啦 对啊 对 那所以今年投手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啦 嗯 今年限制 布阵 嗯 对红雀一定会有一定的伤害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用他们的防守 去Cover整个投手群 所以他们的投手群就是从原本感觉还OK 现在是越来越不OK 因为其实看红雀的投手群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的所谓那种 压制力很强的强头 我说是三阵能力很好的那种 甚至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二号先发 其实都很勉强 没有 整队都是三四号战队 对 那Jordan Montgomery今年数据上蛮漂亮的 但实际上他的三阵能力或是这个也是没有那么好 对啊 对所以我们普遍来说 会认为他是一个就只有中断轮值的一个先发组合 对啊 对 就是红雀对他们正宗 其实大家如果最期待的应该是Flaherty 当年下半季 2019年下半季跟鬼一样 没错 可是就 就没有了 就只有那个半季了 酷酷 当年还觉得红雀好可怕 好可怕 身为同区的那个球队球迷 真的觉得怕死我怕 怕给JPG 所以结果现在 现在还好啦 他也蛮让人害怕的啊 就一直投保送嘛 对 让他们自己自家的球迷感到害怕 保送 is good 那 但是他们野手其实还是有一个年轻的新秀顶上来 对啊 什么Jordan Walker 然后什么Gorman 对 Gornavan这群 对 还有Nubar这些 对对对 那其实 呃 明年要不要留下Golchermit 然后继续跟这些年薪球员一拼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但是 但他的薪资明年也是大概 他年军薪大概是2600万 其实以他的身手来讲很便宜 那轻掉Golchermit 然后去补强投手 会不会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我觉得是红炫应该考虑的 嗯 因为红炫的战机 其实真的 诶 其实 差你红真的是 一关了 是没错 我刚才虽然说这个进分 差距没有很大 但你前面就是因为运气输掉的比赛 你是 你后面要 就是赢更多才能补回来 因为说实话嘛 你10比0跟1比0是一样的 对啊 对啊 那你就算后面照着你的进分去赢球 那你也很难把这个战绩拉回来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今年说实话真的是一个整理球队的一个好机会 对 而且很明显就是红炫这支球队的骨干打者 就是他跟Nolan Arenado两人 对 野手的核心都是外面找来的 对 这个农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对 好 讲完红雀了 嗯 我们终于要讲另外一个球衣也是有点红色的球队 啊 大谷翔平嘛 啊 终于要讲重点了 哎 我刚做完 刚录完那个天使的这个交易前瞻的影片 啊 大家之后记得去按赞 订阅加分享 看球铃铛 谢谢 谢谢 好 那大谷翔平呢 他今年会成为自由球员 哦 寂寞 终于啊 对 那这几年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天使要不要卖大谷 应该说每年季中都会吵一次 你看他连去打个民进在都被西亚图 所以对球员翊赢说来西亚图 来西亚图 对不对 同分区的耶 翊赢这样子好吗 同分区翊赢 但是他同分区如果是我的话我宁可去洛杉矶另外那个蓝色球队好不好 啊 是没错 对不对 好那不过像是道琪已经说他们FA才会抢大谷 我记得今天有新闻也有说阳鸡他们比较倾向就是FA冲大谷 拜托 冬区对他哪有什么吸引力 冬天的人要死 然后又 好那天使今年要不要卖大谷 我觉得他们战绩目前是很尴尬 就正好是五成左右 五成往下就是多一胜 他们之前 五成多一败 他们前一阵子其实是很稳定 都在外卡到前三这样子 对那没想到就是七月初就是一波连败 然后他们大哥Mintrout受伤 诶 市场发挥 正常发挥吗 对跟我们国防部长好像伤一样的那个勾撞 勾撞骨 对对对对 对那要修大概四到八周 对对 那所以今年老实说对天使来说 又是一个前途暗淡的赛季 对而且你也知道天使正宗就是 Mike Trout跟大谷之外 NCN Rendon进来之后 也是打打听听的 对 然后他 你知道他今年领多少吗 他领多少钱 3800万美金 3800万 他这样的薪水大概就是 已经是跟Trout差不多了 很接近 真的 应该说他实领了3800万 对 那大谷翔平就是今年也领三 3000万 好那我个人认为啦天使现在最好的这个方针 因为大谷算是真的 真的是难得一件 又是MVP等级的这种球形 真的是百年难得一件的喜财 对 那不论如何他一年可以贡献 就是大概160局到180局 然后打个150场 而且是顶尖的强打者贡献 然后投球也是顶尖强投的实力 对对 那所以这样子的球员 一般来说还是续约比较好 没错 但是去年Ern Trout的签成这样 没错 那大谷翔平是不是也是年薪4000万起跳 其实这最近大家都一直应该有陆续看那些新闻 就有讲到大谷翔平在一些受访中就有提到说 他其实很想赢 对 对 那这是天使一直做不到的地方 没错 我更不用说了 你知道大哥Might Trout他生涯至今打我几次肌肉赛吗 一次 就一次 一次 对就一次而已 我记得是2014吗 2014 那个时候对 可怜啦 可怜啦 你正宗有两个MVP 应该战绩得很好吧 对 而且有一个还一只脚踏入明天堂 对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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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 对 好 那这个时间点要不要卖大谷 因为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个薪资算一算 Rendon Might Trout 大谷商品 三个人 三个人加起来 可能快要一亿两千万 三个人就要一亿两千万 这个薪资很不健康吧 对 然后这个FA他如果想要在FA补墙 没错 那这个如果又不想缴豪华税 对 那他可以补墙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小 而且你也知道他们老板说 哎 我要卖球队啦 哎 我又不卖啦 我又进来啦 我又出去啦 打我啊笨蛋 就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在这种事情上面比较有默契 我也不知道 哎 好 那不论如何 就是大谷商品他想要赢 没错 天使没有办法满足他 对 那除非他们 他们现在的农场的结构又很 说实话 他们养成大家都知道 哎 你看像Joe Adele 说要上来接班接多久了 对 还是三个A 然后大联盟跑跑去 对 他们偶尔会有一些就是惊奇啊 小惊奇 对 但像是像什么今年那个游击手 Zack Nato 嗯 赞 但就不够多 然后也不够稳定 重点是稳定 对 重点是稳定 但还记得那个 Gerald Walsh 跟Taylor Walsh 对 他们就是一年打得好 然后就就这样 就是哇哦 没了 没了一年就这样 啪就没了 对 所以就是他们的这个教练团 或是农场养成 就是一直被大家诟病 那甚至来说 他们今年就算要当买家 然后去冲一些球星 他们农场的作物也不够多 而且应该说有什么吸引力 嗯 就是阵容这样不上不下的 那我加入 为什么我要去那里 是这种感觉 你说FA还是交易市场 我说交易市场啊 或者是FA 都whatever 都一样 嗯 好 那不论如何 大股商品他 有心想要赢球 那加上薪资这个方面的压力 加上这个球队 你就算要重建农场 那也是三四年之后 才会有成果的事情 没错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 我会支持现在把他交易出去 你不论之后 两个礼拜打得好或不好 你就是尽可能谈一个好的包股 那除非你真的 接下来什么一波15连胜 那当然就是继续平均 这个是另外一件事 对 那如果就是五层上下这样子 就卖吧 即使现在外考三章 但是你说五层上下 尤其你看美东 我不要全部都在五层上下 全部都在五层上下 what the fuck 这个整个美人东西都很可怕 对啊 你要怎么去竞争 对啊 对啊 那就是卖卖掉 然后换一包新秀包 对 那你短期内可以帮你的农场加加分 没错 然后可以把这个给大谷的这个薪资空间拿去FA去补人 嗯 然后组建一个比较平均的球队 因为现在真的是强干入职真的是 真的是很明显 对太太不平均了 Chart大谷跟他的快乐伙伴们 对 真的是这样觉得 真的 好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 聊了这么多 诶 说到这个 我觉得在结束前我要凑一下 好 说要找来宾 嗯 然后一直都没有来宾 来宾呢 这个我讲 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原本就是上一次没有约到 因为他确诊 那来宾确诊 那后来我们又约了一个时间 对 我在那个约定的前几天 对 我感冒 那算是有确诊 累确诊 因为就是超级无敌弹 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有没有 超级无敌弹就是有啦 好 反正就是确诊 那我在原本预定要录影的当天 我声音就是完全出不来 反正就是声音很难听 反正就没办法录了 对 完全没有办法录 所以我们 诶 我们下次终于 终于 我们都有确诊过了 应该是不会再有大问题了 诶 我们在 我是不太担心 诶 7月下旬 会再约一次 好 那到时候会就是真的终于找一个来宾 我们不要再晃点 跟不要再复肩了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大概这样吗 好啊 就这样吧 好 那我们第九集 HoneyWork就到这边 如果听不过 你抢词吧 我抢词了 好啦 第九集 HoneyWork就到这边 大家如果听不过干话 想听更多干话 我们下一集 有干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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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